从705年神龙政变迫使五刀天推位到713年先天之变后的第二年 唐朝经历了最为动荡最为血腥的九年 期间皇位五字更迭全力在五三四围皇后太平公主李隆基之间来回轮转 也致使五十家族和李氏宗亲在夺卫大战中人员基本消耗戴罪 画面中是仅存的李氏皇族五兄弟 为了庆祝得来不易的胜利醉酒起码回家的场面 我是画小二今天来聊元代画家人人发的五王最归图 这幅画在2016年拍出了3.03亿的价格 是当时最贵的艺术品买家是苏宁博物馆 能有如此高的价格该画自然有其不凡的地方 公元710年李隆基联手他的姑姑太平公主发动了唐龙之变 产出了维后上官婉儿把持的朝局 随后太平公主把唐少帝李重茂从龙椅上给拎下来 宣布他的哥哥胆小boy李诞登基 李诞也是个奇葩 一共三次让天下却两次被迫当上了皇上 李诞当上了皇上就想的退位 但是继承梁很让他上头啊 讲道理应该传给大儿子李县 但是老三李隆基在唐龙之变中是主力军 还颇有些温头五略 在朝野的势力也是超级大 明知道夺第一无望的李县就顺水推舟送了个人情 让位给李隆基上演了历史上有名的胸有帝公的佳话 画面中获得龙位的李隆基高兴极了 喝的是冥丁大醉 头都抬不起来了 还需要两个佣人架着 也成就了唐朝历史上待机时间最长的皇帝 后面这位有一丢丢楚唱 一丢丢失落的就是宋王李县 能像史书上说的那样 大哥是身名大义让皇位呢 其实不让也不行啊 让了还能保住个亲王的地位 不让了我就连命都保不住了 后面的三位就是身王李徽 齐王李范薛王李厌 登记后的唐玄宗受益李范 除掉了他们的姑姑太平公主 然后羡慕杀驴的将这哥仨分配到地方上认知 以防止他们犯上错乱 其中有个成语就和齐王李范有关 这哥们冬天嫌手凉 就找了好多美女 冷的时候就把手伸到美女的怀里 天生取暖 美其名曰相机暖手 那你可能疑惑了 作为元代画家 你认真发怎么会画一幅这种题材的话呢 仅仅是为了宣庆吗 答案肯定不是了 公元1311年 元朝皇帝元仁宗继承了他哥哥元武宗的皇位 成为元朝的皇上 按照他和哥哥的约定 元仁宗退位之后要传位给元武宗的儿子 但是他毁约了传给自己的儿子 因此引起了元朝几十年的帝王争夺内乱 直接导致了50年后元朝的灭亡 仁仁发使元朝水利部部长 虽为官员 但也是画画高手 擅长画马 有二马图 九马图 人马图等传世名作 最出名的就是这幅武王最规图 不仅是马画的好 人画的更好 通过精神旗帜 就能看到他们内心的事业 也是用此画呢 来反映元朝的皇位争夺问题 按理说 宋元两代相邻 但是绘画风格突然骤变 元朝很少继承宋代怨体画的风格 出现了复古思潮 跳过优秀的宋代 学习近唐绘画之风 人人发的马就是如此 学习了唐代画家 韩干画马的风格 他画的李隆基骑的马 就是唐代画家 韩干赵叶白的拷贝版 周围是用铁线勾勒 但才越染 画面中除了人和马 没有任何背景做衬托 完全遵循了唐代的绘画风格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元代在文化艺术上出现这样的复古思潮吗 另外该画本月将在香港苏富比拍卖 你在评论区给鼓个价呗 放心 这不是拍卖举牌 别咳嗽 大胆出嫁 看你猜的准不准 我是华晓二 点赞关注 了解名画背后的故事 中文発